去Doo姐的電台訪問 上次聊天後一直都沒有見 今天很開心看到她 會不會都想上去做訪問 還有宣傳附近 會呀 想呀 剛才都跟Doo姐合過期 看看遲些 然後那些網民說 何廣佩那幕11點就要睡覺 11點就要趕人家閘 你覺得 其實Main姐是很有原則的 還有其實她都是以事業為重 她每天都要這麼早起床 我覺得回新聞台 其實9點都要回到辦公室 如果因為其他人 而影響到自己的美容教育 而影響到自己的工作的話 Main姐是絕對不容許這樣做的 所以是很有discipline的一個人 那昨天出街那場火災地 一大場見你真真 辛苦就不是辛苦 辛苦可能是敏逆她會辛苦一點 因為她真的在火場裏面 但是我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我那場戲是第一場拍我做主播 還要實地去訪問 現場直擊報道其實原來真的很難做 因為你要在一個很鎮定的情況下 但記很多台詞 但樣子又不可以有任何太大的變動 因為始終是在報一個災難性的劇集 其實昨天的劇情我自己都幾喜歡 其實我之前都看過一次 因為配音的時候 但那次我已經是哭了 因為我見到敏逆真的在火場那裡很危險 但昨天晚上我再看一次 我都眼濕濕 然後我弟弟還問我你做甚麼 他說不是你拍的嗎 為何你還可以哭 很慘很感動 很心痛她的遭遇 那場戲一救出去 本身是對的 但又立即做直播難不難 即是立即準備 其實我們有時做演員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 可能自己身邊或自己本人發生了一些事的時候 都會不開心 但其實走出來都要表現到沒有東西 其實我拿回我的情緒記憶出來 之後你再做直播的時候 待會是停頓位好像粉煙一樣 是劇本還是你自己選擇 劇本是沒有這樣寫的 但是因為其實是很難於啟齒的 一些說話 而是我是最後一晚直播 所以都很難過我自己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入圍先 首先 獎我真的不敢斜望 因為入圍已經當贏 首先很多謝大家 首先很多謝大家對我這首歌的支持 其實大家都應該可能知道 因為我寫這首歌唱這首歌 是因為送給我 支持了我入行以來25年的粉絲聽 所以他們開心我就開心了 是否25年都沒有出席過頒獎 我拿過勁爆兒歌獎 大長金當時 公開拉票 公開什麼 拉票 公開拉票這麼厲害 我先試試 聽見到凌晨在旺角派全單拉票 叫你去 哦 加油啊 加油啊 他一定拿了 這麼好聽 我真的想過好聽 你剛才知道 我練了很久 真的 不敢相信我練了多久 因為我始終不是唱歌 不是歌聲 但又希望可以 不要太失禮 所以都 很努力的 聽到幾次了 會不會停止那些激怠 是否第二首 我想都會問一些 哈哈哈 因為真的搞了很久 我搞了半年了 前後 只是想跳來跳去 要什麼風格呢 不如中版 慢版 快版 搞來搞去搞到那個 音樂主持人差點暈 你會不會投給你自己 可以的嗎 可以的 那好吧 那麼多一票就得一票 我這齣戲嗎 哦 那我們又不 我又未達標這件事 不要影響我這齣戲 哈哈哈 一會後人都出氣了 那會不會去白象典禮啊 我不知道啊 如果我在香港 有邀請我我都會去的 哈哈哈 三十號嘛 三十號嘛 是呀 我知道三十號年底嘛 是呀 那這段戲會不會去 即是在香港留來一些 現在在香港住還是在內地呢 其實一向都是在香港住的 只不過是有工作的時候 所以才上去 是 所以在香港的 那對今屆的時候有沒有信心呢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現在其實都是播了一個星期左右 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如果 如果你今屆的時候 你是在香港住最多的 可以嗎 如果才算啊 哈哈哈 都不是 多年 其實現在各行各業都很難 生活很難 還有存在都很難 那 那 聽到是不開心的 但是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 可以 找到第二個工作 是 保持著他們的生計 是 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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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事啊 收拾了 哦 哦 那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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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助得多少 得多少 哈哈哈 你第一次拿時候 那條片在網上翻譯 然後說自己的雞仔聲 其實是怎樣度過這個時期的呢 哦 嘩 很久之前啊 嗯 沒有啊 那就改進了 那些媳婦教你說髒話的那時候的訪問 哦 是啊 是啊 因為 蔡元叔 他就說 你大聲在家說話 開把聲 說什麼都可以 說髒話 實識的了 然後 然後 我說好難 在家大聲說髒話 隔壁屋以為我傻的 然後他說 那你讀報紙 我家裡有報紙的 每天都 所以我選了讀報紙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